中華館政府為了選事 就全歐金概率年代的選舉 現在開始到八位 將在全國分區基盤 換回選選到演講 第一場在廣府省會聽兩場町町 邀寄出簽署的民貸 傳理長到政壞人議會 專門提升換回選 換保留為後民主價值 中華館人家只要 對選舉常常就 歐金跟保留事件來發生 為了為後選舉的公平性 由中華館政府主得 邀寄檢調和選部單位 將順會中華館人家來的鄉頂齊 扣大幾萬代理長 以上換回選 換保留選得多黨 中華的檢視檢查中間 為了為後這個合併 請起的選舉空間 將它接近的雜貝 放在保留和專門換回選 來為辦案重點 針對今年年底的五合一選舉 我們地檢署結合的彰化縣政府 還有警察局 調查站等單位 希望能夠今年的選舉 是一個和平 是一個乾淨的選舉 我們將以積極查會 防治暴力 還有全面的反惠選 為我們辦案的重點所在 那當然 所有的案件的偵辦 我們希望秉持著 公正公平 嚴明的態度 能夠讓惠選的行為 在第一個時間就被查獲 也希望我們彰化縣的縣民能夠有站起來 我們應該要跟會選的人講說 我們彰化是一個乾淨的地方 我們不要有買票的候選人 中華官副官府官有陳三報強調 迴選是黑金的源頭 對北公附近迴選的行為 需要有社會正常的力量來抵抗 檢寄迴選 人人優勢 希望透過防迴選的選舉 來提升民主的作用 放棄民眾 防迴意識 國內民眾檢寄迴選 給獎金 建立人權的政府 台灣縣政府從今天開始 一直到8月19號 會在全縣26個鄉鎮 辦理12場以上的 反會選 反暴力的這個宣導活動 我們透過邀請各鄉鎮市的代表 村里長 林長來參與 代表村里長跟林長 在地方上都是意見領受 透過他們向我們的縣民來宣導 應該效果會非常好 那也感謝地前署協助我們來 辦理這一項 反會選的宣導活動 那每場次都由地前署派出檢察官 跟我們警察局的檢察隊長等 來向民眾講解 如何反會選 如何反暴力 然後這個怎麼樣來舉報 這個買票的這個行為等等 相信透過這些努力 能夠把彰化線的選項 更加的進化 讓這個選舉更加公平 更加的這個瓶頸 不然 中法官競不在黨委 以以來回選 是當然要請去換人的決心來計劃 請鄉親朋友 才沒有不可以依心企劃 競不去回選 上官可以得到500萬的獎金 競不去轉算 控爆控控控理 是控QQ轉市 專民這會來換回選 股主要回選 創造成的選項 新中華新聞 北冰林中華財鳳報道 朋友 字幕by索兰娅